欢迎观众朋友 介绍大家的视频新闻的现状 这家烹甘进入选三级 为十月到十二月是平常的最后規制 上后这家香港所都基金记者会 要请民众来这家吃烹甘 你当年来这家烹甘的资金是跟中显台海高书合作 提供烹甘资金制度 让这家烹甘产是提升两下左右 这家有水果汁香的美名 你从十月开始 这家烹甘进入选三级 某某的烹甘是掛材高书 看起来是真似似 所以想到这家香港所是教会记者会 邀请民众来这家吃新鲜的烹甘 这家的香港所在我们张副长 在这家农友中众的打名 可以说我们今年的价格 可以说目前在这里三个都二三十块 非常受到消息者的反应 经纪了解烹甘的照顾并不容易 而且年载几年的灾情是会影响到土地养分的流息 所以在这家的高农当年来都是和中庆大学 蔡东专教育的合作 对管理、西部与教育的安全 都是提供到专业的辅助 你记得中庆大学刷到收索银花的菜十八均 竟然让这家碰盐三両够了两成左右 有的使用的话会增加一两层啦 你没有使用也慢慢慢慢练练降低 一般吃地差不多四万至五万公斤左右啦 那你长期到长期的土壤开始 它的土壤一直吸生结果 它活力没有 地理一直增加 它就慢慢降低 果树你要做有机很难啦 那整年的整年的照顾 你农药回料少不了 少不了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合理化的使用 也尽量不影响到生态 那我们尽量检测出来的事 我要求的是做到检测不出农药残留 就ND啦 那他们是做得很好啦 品质上面做得很好 所以价格也提升很多 在刷高收农药管理的协作下 各农药用到专业的方式来在这 是同级农药的使用量 也让得起来碰盐 从民国一百年开始 是收出通过碰盐外销的减料 外销一百斗的碰盐 是破图台湾德尼碰盐 无法外销的困境 谢谢新闻展开发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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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